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了 然后名气大了 各种力量都大了之后 就容易被称之为经典 那一旦又被称之为经典之后 最大的误区就是大家觉得它带来的压力也很大 就好像这个巨大的身影或巨大的围墙这样子 所以这样状况下时间过去 本来经典的意义跟作用在于 它正好是时间过去越久 它可以被解读的这个面向越多 然后可以发挥的作用跟影响 可以随时被不同时代的读者所提取 但它就产生个矛盾 就是随着时间的过去 大家越觉得它是经典 就越对它敬而远之这样子 所以不用我们今天已经这两天也听过了时间非常久的各种经典 最后这一场其实也是个代表性的 就是也不过一百多年前的一个人 以及他的相关的著作 也都是大家 他的著作也都是大家已经把称之为经典的 但是到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 对这样一个人对他的著作 往往我们又产生了隔阂 然后又产生了那个被那个巨大的身影 所压迫的 所不乐意或不容易接近 所以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的人物 跟他的著作 就张太炎先生和他的这个相关的著作 但其中等一下我们的讲者 也讲的就是有一组的是求书 所以像张太炎跟他的著作 尤其像求书这样的书 他到底为什么称之为经典 他到底在他的作用影响力 以及时隔一百年之后 我们为什么要再赌他 那赌他到底可以从里面获得什么样的这个知识收获 这样的东西 我想我们都要找到一位最适合来诠释他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就是 上海复旦大学的朱尹珠教授 那朱教授他正好就是研究中国思想史 然后的这个专家 然后他当然对清代 对尤其是晚清民国这段时间的研究是 在整个华文世界无处其右 所以我们请他来介绍张太炎和他的晚清著作 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人怎么样透过我们朱教授的解释 就是截取他一百多年来重重神秘的面纱 然后接去他的著作那个比种种艰深或者是深奥这种的外衣之下之后 这个他实际上对我们可以栽放什么样的光辉 还有什么样的乐趣 那我们就欢迎朱尹珠教授 我很荣幸能够应朱尹先生这个邀请 让我到这里来跟各位一起来讨论一下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 一位很应该讲是很著名的一个人物 张炳玲 张炳玲 他很正将一个庞里 那么 他用过的名字很多 那么 字号也很多,但是他最出名的一个号呢,就是他自己在这个清跳决立以后,他在参加革命以后,他自己取了一个号的派演。 以后这人呢,也就把他叫做张太炎,反而他的本名啊,就是张匠啊,张炳灵啊,反而人家记录得很少。 好,这一位张太炎,他这个生于1869年,他去世呢,是1936年。 嗯,他当然是在我们中国来说起来,那他是在一百年多年以来,他能不能够叫做最大的学问家,或者是所有学问家里边最有学问的一位。 那个,当然也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至少有一点,就近代一直到民国,那么许多的大师都是他的学生。 嗯,那个,我举个例子,你譬如说这个陈独秀,是他的这个学生,这个也,也,也,也兼同事。 后来在新青年里面活跃了 几位钱宣童 周术仁就是鲁迅 这个还有周作仁 还有朱熹祖 朱熹祖是个有名的历史学家 还有语言文字学家黄侃 这一批人全是他的一个学生 那么包括我们要 因为现在我是不赞成数辈分的 如果我们要在大陆和台湾 要数起辈分来讲起来 大概在文史 就人文学科领域 主要是两个人 他的这些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 是占主要的地位 那么一个是康有为 康有为主要是通过梁启超 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 大概的说南方 这个 一些大学的文史哲的教授 差不多都是康有为这一系里比较多 北方 就是北京大学等等这些地方的 这一系的教授 文史哲的教授呢 是张太炎的学生比较多 所以 所以我们现在要研究中国的思乡史 研究中国的文化史 那么在清末明初这一段 有两个人是绕不过去的 一个就是张太炎 还有一个就是康有为 那么 这个 张太炎呢 假定说我们来数一下 他在 因为我今天讲的是 主要是在清末 那么讲的主要是这个 张太炎由28岁到42岁 也就是辛亥革命前 这一段的张太炎 这一段的张太炎呢 假定说我们从他28岁到42岁 这一段来说 那么 有这样几件事 大概是他做过的 第一件事 他是 比较早的支持 无需变法 就是1898年底无需变法 这是他一个 第二件事 他在无需变法中间和无需变法失败以后 他又是第一个起来批评 当时的这个无需变法 他们错误 他不彻底 他是错误的这个人 第三件事 是在无需变法以后 虽然他没有和这个康有为他们在一起跑到北京去 但是他也受株连受通缉 以后他因为参与变法和参与这个革命呢 一直到从1998年到1903年 他前后被清朝政府通缉过七次 就是 鲁迅在他去世的时候 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太炎先生二三世啊 就是说这个 张太炎呢 七被追捕 两入牢狱 他的革命之志始终不衰呢 那么就是 就是这一段时间 第四件事呢 那就是 1900年 慈禧太后 他那个倒行逆施 他去支持义和团 扶清列阳 然后 这个 召来了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请战北京 八国联军请战北京以后 当时 以上海为中兴的江浙和 天津北京的一些当时的新派人士 在上海 举行了一次中国国会 这是 在中国历史上 破天荒的 你们 这在 对不起 那是1900年 七月 到八月 这个中国国会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所谓的这个西方式的议会 而且是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的 就是说一批这个著名的知识分子和著名的这些士生们 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的一个国会 他 开会呢 是开过两次 但是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他们自己召集国会 并且经过投票选举选举选出 按照票数多少选出议长 副议长 然后干事 然后再有当时的那些委员 有人说我们中国从来没有过所谓的这个民主主义的这样子的一个议会 那是不对的 我们1900年就有了 当时的1900年的中国国会 他们通过票选 就选出来一个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 容红 做议长 他第四多票呢 就是严付 做付议长 还有一些人呢 这个像唐财长 王康年 这一批人呢 都把它按照票数多少 来选成干事 这一个国会 他们开会呢 发表过宣言 这个宣言的第一条 就是不承认 这个通匪遭寇的伪政府 那个匪呢 就当然指的是义和团 义和团算不算匪呢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 他因为慈禧太后 扶植义和 义和团 扶清灭阳 然后这个 招来了八国联军 请占了北京 我们知道 清朝全部的266年的历史上面 一共有两次丢失首都的记录 一次 就是慈禧太后的王夫 先封皇帝 那个时候 英法联军 请占北京 他跑到了日和去了 这个 后来1900年 慈禧太后 向八国联 八国什么那些 英法等等 那些国家宣战 一共没有两个月 他又把首都丢了 这个就把北京丢了 他自己化妆成一个卖菜的老太婆 挟持了这个光绪皇帝 一溜烟跑跑跑得非常狼狈 一直跑到了西安 那个当时的话 中国议会就提出来 我不承认 通匪招扣 扣就是外来的 通匪招扣的委义政府 那么 另外呢 在当时的会议上呢 就开始争论了 底下的目标干什么 因为那个会议呢 在幕后操纵的是梁启超 梁启超 在当时他就提出要保皇啊 就是和那个康有为一样啊 他要保皇 要保皇的话呢 那么他们就是说 要组织一个武装力量 跑到西安去 把这个光绪皇帝给救出来 让他复辟 那么就在这个会议上面 围绕这个墓壁 要不要保皇 要不要把光绪皇帝 从西安救出来 这个事情呢 会议上出现了两派 一派呢 比较坚定的 就是像这个 康有为 他的那个手下 他的那个支持 他的那一批人 另外大多数人是中立的 只有一个人坚决的反对 他说光绪皇帝是最没用的家伙 这个无需变法的时候 你看 慈禧太后 哼了一声 他就变成囚徒了 那么 这种人 他说 你 你要援救他是可以 因为他还想变法 但是救他出来以后 叫他当援手 叫他来组织政府 那就 那就不行 那么 就一个人表示坚决反对 这一个人就是张太爷 那么 因为在会议上争论了以后呢 大多数人还表示同意 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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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王 秦王就是 这个人 这个人 无历史 大概 都知道 因为在五四天的时候 这个 有一批人 五四天到那边 都被废掉 废掉了以后呢 有一批 忠于 这个 唐朝的利益 唐朝皇室的那些人 他们要组织军队 推翻五四天 把唐朝宗 淋回去 再重新当皇帝 还被淋固叫秦王 那么 那个是公园地方 七十年 那么在这个 到了 没想到过了一千多年 到了这个 1900年 他有一批 又要组织军队 要来秦王 那么 当年 坚决的反对 所以这件事情 那么 他反对无效 当场 他就把辫子剪掉 所以叫隔辫反清 这件事情是 在那个时候是轰动的不得了 这是他的 第 做的 我刚才讲的 做的第四件事 第五件事 那么 他以后呢 他就开始 虽然在被通缉 逃来逃去 但是当时上 有一个地方可以逃 就是上海的租界 因为他那个租界 不受 这个 满清政府管 那么他在租界上面 发表了很多 这个 批判清朝的这个言论 那么中间 最有名的一篇东西 叫做波康有为论革命书 就是 当时 康有为啊 他要阻挠 这个 华侨 这个 还要阻挠 他的学生们 来反清 所以发表 康有为发表了 两通公开信 一个 一通公开信呢 就是致南北美洲的华侨 说中国 只可以行 立宪 不可以行革命书 还有一幅通公开信呢 就是致 他的学生 就同学 梁子 就是梁启超 他们呢 他说就讲 印度亡国 就是因为印度 想要 搞反清革命 这个 他不好好地搞立宪 所以印度就亡国了 这是一九 一九零三年的时候 康有为的两通 非常有名的公开信 当时张太炎就 拨持了 写了一封公开信 拨持 康有为 所以他的题目呢 叫 《不康有为论革命书》 还有一个呢 在当时的话呢 有一个刘日学生 年纪很轻 十八岁 四川人 他叫周荣 不知道你们 真理念 周荣在 东京的时候 就因为东京的 清朝的留学生监督 干预 这个学生 就是说 参与这个 反清的政治活动 所以在东京的 那个一九零三年 在东京的时候呢 周荣就 纠合了 有几个同学 就跑到 清朝 驻日使馆里面 把当时的留学生监督的 辫子给剪了 我们知道 在当时剪掉辫子 是个很 很很很糟糕的 一件事情 是吧 那么 他当然在日本待不住 他跑到了上海 跑到上海 就跟张太炎在一起 要讲革命 这个周荣 当时十八岁 写了一本小册子 叫做 革命军 不知道各位 知道不知道这个 一本小册子 他那个革命军呢 就讲中国就是需要革命 中国几千年来 就是专制 中国需要革命 要革出什么 要革出民主来 要实现民主 要搞议会 要干什么 那么 他的那本小册子呢 经过了张太炎 写了一篇序 这个支持这个周荣 结果这一本小册子 不惊而走 包括连同 张太炎自己的 抗有威伦革命书 他是影响大极了 影响大极了 引起清朝政府的惊慌 所以清朝政府呢 就要求两江总督 专门派人到上海来 这个勾结 上海的租界当局 要捉拿 这个张太炎和周荣 当然后来 因为租界政府嘛 因为他要跟清朝政府 保持关系嘛 他就把他们两个人呢 给抓起来了 抓起来了以后 没有想到闹出一件 大事情来 就是说 因为租界 是当时叫公共租界 他的租界这个 他们这个 因为批评了 清朝政府 尤其张太炎的 《不抗有威论革命书》里边 指名 就是骂 这个光绪皇帝 他就 光绪皇帝的名字嘛 他姓爱心觉罗了 你们你们你们 台北现在还有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做国民党兵什么人的 姓金的 那就是爱心觉罗 他的那个蛮语 那个 那么 那么光绪皇帝呢 名字叫宰田 所以张太炎的 《不抗有威论革命书》里边 就是说了 他说光绪皇帝是最没用的 没用到什么程度呢 宰田小丑 不变素麦 就是连豆和麦子都变不清楚 我就是一个 一个小丑而已 我们知道这时候是1903年 那个 要批评皇帝 那还不行了 就像我们现在 我们这个 要 大家 有很长时间以来 我们在大陆里边 我们都不敢批评毛洞 你要批评他一下 那就不行 那么 所以在当时呢 他就直接的点名 骂皇帝 就变成清朝 给他一个大罪 因为在清朝的 清朝的法律里边 凡是这样子的 指名骂皇帝的呢 就要凌迟 就是要千刀万剐 死掉的 所以他们把张腾炎抓起来呢 清朝政府就要求 上海租界当局引渡 那么这个消息一报道以后呢 没有想到引起全世界的轰动 因为全世界的报纸都报道 是中国抓了两个人 这两个平民 结果中间有一个人 他们 这个 骂了皇帝 结果呢 他说要引渡 引渡的结果呢 这两个人呢 最轻的刑罚是杀头 那么 终于起来呢 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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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临迟 啊 结果 1903年在 全世界都知道 中国有革命党 而且革命党 他的言论是这样子 那么 就是靠了清朝政府 要 要 要去抓租界当局 结果把张太炎 跟周荣两个人的言论呢 都反而给传播开来了 所以 我就说 在张太炎 他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呢 他使得中国革命 全部的 被世界上都知道 这个 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在这以前呢 曾经有过一桩 大家 我想你们的教科书里会有 一定讲到 孙中山伦敦 蒙难记 对吗 他这个 在他前面 其实 那要讲影响的话了 不过就是 一个使馆把这个孙中山 骗进去了 然后要想把他 装在箱子里 送回中国来 结果后来 被康德里 这个 执道了 那么营救 当然也闹了一阵子 但是那个影响 远远的没有像 这个 张太炎跟周荣两个人 被租借当局 抓起来以后 引起的反应 结果呢 引起 他各国紧张了 因为那些舆论都谴责 说是 言论自由嘛 你讲讲皇帝 这个 点点他的名 有什么了不起的 而且张太炎在公堂上面 就问他 你为什么骂皇帝 我问我没骂 他说 你说宰天小丑 他说丑嘛 在中国是类的意思 那么 什么宰天小丑 在汉语里面说起来嘛 就是宰天这个小东西 这怎么叫骂皇帝啊 那么 这个 所以 我们看到 使得 中国的民主革命 传遍世界 这是张太炎和周荣的功劳 当然后来在租借里 经过审判以后了 当时的 中国也很可耻 就是清朝政府了 他有谁来 他们的 有租借法庭来审判 审判了以后 有租借法庭报到北京 所有的西方列强 包括日本 他的大使们 在一块 决议 该这个 有没有罪 要有罪的话 该判多少 最后的话呢 他们看到这个 国外的舆论 实在是 这个 闹得太凶了 所以他们说 这个 他就是 中国嘛 因为不好 侮辱元首 所以就到 他侮辱元首罪啊 把这个两个人呢 一个判了三年 一个判两年 关在上海的 提兰桥监狱 当时叫西一牢 所以关在那个西牢里边 这是 他做的 这个 我讲的第五件事情 这一件事情呢 在当时呢 因为他的主要的言论 是受到上海一个小报 叫苏报 一个小苏报支持 所以就有名的苏报案 那么 他关在里边的时候呢 他关了三年 周龙呢 年轻 关进去就是 19岁 他 急躁得不得了 这个 到了最后的话呢 他病了 病了以后呢 据说 弄到什么 医院里去 送到医院里去 他的那个 租借的医院里面 回来以后 当天晚上就死掉了 这件案子到现在 也搞不清 因为张太炎咬定 他说是 他本来还好好的 你把他送到医院里去 呆了一通了以后呢 回来死掉了 他 他说是他们下毒死掉的 所以这个周龙呢 他死的时候不满 20岁 到了民国成立以后 由民国的临时政府 追赠 他叫大将军 就是创立民国的大将军 到现在上海 还有周大将军的墓 在 在那个地方 因为他的那个 革命军呢 一本小小的小册子 这个 当时是 因为这一来 一来以后呢 大家都传送 他的那个小册子 被孙中山他们的那些人呢 运到内地去 当时要卖多少呢 20多两银子一本书 我们知道 当时一个农民的 一个平农的家庭里边呢 一两银子大概一年 可以 可以活下来了 当然他们自己 自己在那里 要种 起码有一点 他粮食要自己 种来吃 是吧 那么 他当时的话呢 最贵的就是要卖 20两银子 那么一本小册子 所以有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的政府 纯得很 他越是静 人家越是想看 越是想看了以后呢 他越是说 这两个人坏到不得了 结果人家一听 是骂皇帝的 是要号召推翻清朝政府的 越是他的那个思想传播的广 这是一个 那么张太元关了三年出来 出来的在监牢里的时候呢 他和蔡元培 各位知道 这个蔡元培大概知道的啊 这个他和蔡元培 这个他们开始组织了一个 激进的一个团体 这个团体叫光复会 这个光复会呢 这个在外边的会长是蔡元培 实际上是张太元 在在在在在里面呢 支持搞起来的 在当时 这个中国的革命小团体 有三个 一个新中会 孙中山系统的 再有一个华新会 就是湖南的黄新宋交人 他们这个系统的 还有一个 就是江浙地区的 这个光复会 光复会的领袖 就是张太元和蔡元培 而光复会呢 是当时最激进的一个 因为光复会的前身的名称呢 叫暗杀团 这个后来的暗杀团的一个组织 的一个年轻人呢 很激烈 后来当了张太元的女婿 这个公保谦 这个公保谦 他当时组织的暗杀团 他们的一个逻辑很简单 他说这批贪官污吏 这批婚官 给他没有道理好讲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我杀 杀了以后其他的人怕了 他就不敢来 再来镇压革命了 那么所以他谁要镇压革命 就要杀谁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个辛亥革命以前 中国发生了好几起的有名的暗杀事件 你比如说他出阳考察的吴大臣 那个撂炸弹的叫吴越 那个他自己炸的粉身碎骨 当然那个吴大臣有两个受伤 那么所以出阳考察吴大臣的 像那个吴越了 像什么 还有就是在安徽的刺杀那个巡抚 就是他的省军区司令 兼省长的那个巡抚啊 刺杀恩明的那个徐熙林 他们都是光复会的人 所以那个在大概的说 在这个辛亥革命以前 暗杀事件比较有名的 属于孙中山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汪精卫要刺杀摄政王 当然没有刺杀 最后的汪精卫关了一通 弄出来了 那么实行这一个东西 最多的呢就是光复会 所以光复会是他们 后来组成同盟会的 三个组织中间 应该讲他的一个 比较最激烈的一个 这是我刚才讲的 第几件我忘了啊 大概是第五了刚才 那么 然后张天元出狱以后呢 当然当时同盟会 1905年已经在东京成立了 所以同盟会就派蔡元培他们 带了一些人 马上把他欢迎到 把他从上海接到东京去 接到东京去了以后 那么 当时东京有一个警徽馆 大概能够是东京的最大的一个会场 大概能够做两千人 张天元 后来他们这个孙中山在那里主持欢迎会 在东京 结果那个警徽馆到了一万多人 没有地方没有地方这个 他进不去啊 进不去了很多人就那些留学生们呢 就爬到那个房子上 就是为了要看一看这个张太炎 张太炎在当时呢 他就发表了一个演说 他演说里边就是跟我下面讲的有关系 他提出两句话 他说我们现在 已经革命啊 到了实行阶段 在实行阶段中间最重要的 张太炎说 他说我以为有两条 第一条 他说用宗教发起信心 增进革命的道德 第二条 他说用国粹 激动总性 他说用国粹 激动总性 总性就是遗传性 不能用国粹集中总性 叫增进爱国的日常 这个两句话呢 最后在形态革命以前 流行得非常乐趣 但宗教 所以那个时候张太炎就提出来 我们要提倡宗教 不是提倡宗教 但是这个宗教呢 他们 这个教人追求功名资贵 他说 这个 这种教是不能用的 也不能够用基督教 他说基督教 说是教人崇拜上帝 其实是教人崇拜西地 就西方地 那个 那个 地 所以他说 我们要利用宗教 增进革命的道德 干什么呢 他说 这一个用宗教 增进革命的道德呢 这一个宗教 他就提出来 他说 中国人呢 上上下下都姓佛教 佛教有很多 很不好的东西 但佛教里面有两派 他说有道理 一派 他说 化言宗 化言宗提倡 头目脑 谁都可以施舍于人 就说 你要普救众生啊 你要我的脑袋 我就割给你 你要我的 这个 一条手臂 我马上就 拿给你 这个 他说 佛教有这么一派 还有一派呢 这个 呃 派师 他说呢 就是主张 就是威师论啊 主张万法 威星 就是所有的现象 都是新造的现象 他说 你看穿了这一切呢 你就可以 你革命起来 就没有什么顾虑 所以他就要求 他说 我们将来呢 创立一个教呢 使得大家都能够 真经道德 使得大家都能够 呃 把生死啊 置之于度外 他这个教呢 他想了一个古怪的名称 叫 无神教 这个 说宗教 宗教哪有没有神的 当然你说有有的宗教 他那个信仰 也也也也也不讲神 但是有的是 一般来讲 他一神教 你比如我们这个 伊斯兰教就是 就相信阿拉 是吧 这个 基督教相信上帝 或者相信耶稣 那么佛教呢 中间有很多的宗派 他们也要相信佛祖 但是有那么一派 佛祖在哪里 佛祖就在我心里 那就 其实就是 我刚才讲的 威师宗啊 这个一派东西 这个我 呃 今天不说啊 因为一讲的宗教 就够麻烦的 呃 你要要要要要 要佛教里面 那么多的派别 你要说佛教里面 也有很糟糕的那些 那些那些那些教 你比如最简单的 叫你成佛 就是我看我台湾 我到台湾了好多次了 每一次我都看了 很多人在那里念佛 就是一天要念多少 数那个念珠 是吧 那个 那种 那最简单的 就是你每天念一万遍 然后你念了多少多少多少遍以后 你就能够 升到极乐世界里去 这是最简单的 这种办法 但是佛教里也有一些很深奥的 张天言他说 那种深奥的东西 他就是说 一个是化言宗 还有一个就是威师宗 化言宗 就是谁呢 就是谭次同最相信 所以张天言宗 你看谭次同 他因为相信了化言宗 所以他赴死了 誓死如归 还有呢 威师宗是谁 就是法相宗呢 威师宗是求来的 唐三章 就是玄壮了 他到西天取经 跑取回来的 这一个 里边里边的 所谓的大臣 真宗呢 中间的这一个教呢 他就是 就是威师宗 那么张天言认为 这两派呢 跟中国的 传统中间的 最优秀的这些遗产呢 有相通的部分 这是他的一个 那么 他说用国粹 这就讲了 一下就有关系 中国原来没有过去 因为中国只有什么 过去啊 因为 现在我们通称的中国 那时到了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 做一个概念 通称中国 外国的习乘于中国呢 其实我们中国人 自己不称那个地 你比如说 我是汉人 我是唐人 我是宋人 元人 那么 所以一直到 清朝灭亡的时候 我们 我们的那个帝国 正式名称叫 大清帝国 往前是大明帝国 再往前是 大元帝国 它不是一个 正式的概念 所以 中国学呢 是哪里来的呢 国学就是 日本来的 日本明治 威信以后 就像当年的 有一个非常熟悉 日本的一个 诗人间学者 叫黄尊县 黄尊县 他在1901年的时候 梁启超 当时还跟张 天元合作 他们两个人 想办一份 国学报 那么 征求黄尊县的意见 黄尊县就写了一封信 给 梁启超 他说 中国 没有国学 他说 只有日本 日本原来也没有国学 也无所谓 日本学 到了 他说 但日本呢 他历史上就是这样子 开始的时候 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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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 学这个 我们唐人啊 所以 他说 一学唐朝啊 大家举国 去而东 结果后来呢 他明治 威信了以后呢 他要学西方 又举国 去而西 结果他自己呢 学来学起 强大了一点以后呢 他在意识形态面 忽然发现 自己居于无何有之乡 所以 他那个时候 他说 黄尊县说 这样子日本 才有国学 他说 我们中国 那是我们自己的学问 多得很呢 我们 我们那些东西 他说 现在中国问题 不在于什么保守 不是在于我们 没有创造自己的国学 中国的问题 在于保守 这才厉害 所以我们要清算过去 而不是说 要什么 弘扬国学 那么 日本也没有国粹 日本把他的什么 大和魂呢 那个一套 一套 一套东西 弄下来了以后呢 后来他们自己称 这个就是他们的国粹 所以 我在 前年 还是 在前年 我忘了啊 那个 我在上海的一个 一个一个读书的刊物上面 创表了一个 一篇就是 回答他们的 记者的访问 那个里边我就是 特别的就讲到了一条 因为我们大陆 呃 这些年啊 他拼命的 你也国学 我也国学 大家都要办国学院 大家要讲国粹 我就专门讲了一段历史 这个段历史就是说中国没有国学 开始提倡 想提倡国学的 就是梁启超和张太炎 受到了黄尊献反对 所以他们国学报没有办成 不过张太炎 1903年 这个被关进监牢以后 他自己写了一篇在上海的报纸上登的很多 他就说 他说我啊 他说就其实承担了这个传播国粹的任务 他说上天以国粹赴给了我 结果现在我呢 坐了监牢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去 那么 所以他说如果将来中国的国粹要断绝了 那是我第一个人了 那这个当然口气是非常的大 但是我们也就知道在张太炎的 呃 以前 中国人 没有讲国粹 在两一九零一年底梁启超以前 中国人没有讲国学 国学和国粹都是外来的概念 但是张太炎进了监牢以后 他这么一个发表一个声明以后呢 有一批 呃 他的追随者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叫粉丝 是吧 那个 他的一批追随者都是一些 年轻的杰出的知识分子 这一批人呢 在张太炎入狱以后 那么张太炎判决是一九零四年 所以在张太炎被判决 呃 要坐监牢三年以 的那个那个一年的一九零四年呢 那么在上海 就有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 这个他们组织了一个一个机构叫国学保存会 这个国学保存会出版了一份刊物叫国粹学报 这是我们中国开始的第一个有所谓国学名称的这个一个一个群众组织 另外呢第一个有国粹名义的这样子的一个刊物 关于国粹学报等以后我还在说几句 那么张太炎就是他们的精神领袖 所以我说他做的第六件事情 就是使得国学的概念 还有就国粹的这个名义呢 在中国开始传播 那个所以我我在大陆有的时候 有些人在给我讲什么国学了 因为我从来不讲国学国粹 他们要给我讲 那么我就问他们 你们讲的是哪一国的国学 是不是日本的国学 你们的粹是日粹呢 还是 还还是我们的大陆的粹 因为其实大陆的粹就很糟糕了 有一点上面你比如说 你说我们的国粹是孔子以来的 那我就问了 你不相信孔子怎么办 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 五十六个民族里边 起码有好几十个民族 他不相信什么儒家一东西 他相信佛教 相信藏传佛教 相信伊斯兰教 还相信其他各种各样的宗教 另外嘛 在汉人里边 现在有许多的人 他相信基督教 基督教里边的 或者是天主教那一派 叫旧教 或者是新教 各种各样的派别 据说现在大陆 这样子的教徒 大概有将近八千万 那么你要讲国学的话了 那么这些民族 我们这么多的人群怎么办 这个话我是到处讲 很多人非常讨厌我 那么我不在乎 我还是要问 你讲的国学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么 但是我要讲 你要讲国学的概念的话 要讲国粹的概念 比较普及化的话 那就要讲的张太炎 这是他说 我讲的六件事情 第七件事情呢 他出狱以后 那是一九零六年第七月 他到了日本 到了日本 刚才我已经讲了 他发表一通演说 然后他马上接手办 编了一个刊物 这个刊物叫明报 就是同盟会的机关报 在明报 这个同盟会的机关报上面 张太炎 这个主持了明报 和当时的康有为这一派 他的一个刊物 叫新明崇报的论战 那么 特别的批评 梁启超 在新明崇报上面 所讲的开明专制 梁启超的那个意思呢 就是说 中国呢 这个 这些人呢 只能够专制 但是这个专制呢 应当 要君主呢 要开明一点 所以他当时提出来两句话 一句话 就是说 这个 对上 就是我对在上面之间 要劝告他们 行人证 对下呢 我们要劝告他们 服从 对上言人证 对下言服从 这个是当时的新明崇报的 他的一个基点 这个 后来张太炎 在明报上面 特别的就讲了 所谓的专制和民主的区别 所谓的这个 人民的权利的 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回事 明报 现在我们很多人还闹不清楚了 因为包括我们现在讲 马列主义的有些人 他不知道 他还是用毛东的 在那句话 所以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 马克思主义 我就批评过好几次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我说 中国人知道马克思学说 而且比较完整的 知道马克思学说 是1899年 介绍境内地人 是一个传教士 叫李皮默泰 中国人说 马克思的学说 他的社会主义 适合中国应用 那是在1907年 就是张太炎主持明报的时候 有当时的胡汉明啊 什么这批人 在那里写文章 就中国可以搞社会主义 中国可以 这个用马克思的学说来改造 还有张太炎本人 跟孙中山定了一个平均地权的方案 平均地权的方案 孙中山是用美国人的一个说法 张太炎他说 那个平均地权的方案 其实是符合社会主义 他这个话是在1907年说的 也就十月革命以前 十年 我们中国人已经在那里讨论 这个问题了 所以他在主持明报 我就说 从这个批判的角度来说呢 他击败了新闻重报 因为张太炎主持明报以后 大概一年多吧 新闻重报只好关门 这个他弄不下去了 那么再有呢 他就是在那个明报上面宣传革命的主张 这个革命的主张就是 同盟会纲领十六个字 驱处打弩恢复中华 平均地权建立民国 驱处打弩恢复中华呢 这两句话是朱元璋 当初驱逐元朝的时候 在北发译文里面讲的 那个是孙中山把他原封不动的 弄得了写进了同盟会纲里 平均地权就是1902年张太炎 在日本的时候和孙中山商量的 就是说我们中国他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 农民如果没有土地耕种 不实行耕者油漆田 中国的社会问题解决不了 中国也得不了安宁 再有呢就是建立民国 就是我们要推翻君主制度 要建立民国 所以在1907年的时候 这个张太炎在同盟会成立 大概是两周年的时候吧 张太炎他开了一个纪念会 张太炎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一篇文章叫中华民国解 就是中华民国解释的解 所以说呢 我们讲历史的人呢 都有 都知道 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就这个概念 是张太炎发明的 是吧 所以就是他的中华民国解 当然 后来国民党 特别蒋介石当权以后 他们要抹杀这一点 这个 所以我说他是被遗忘啊 现在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角落在这里 用中华民国这个四个字 但是这个四个字哪里来的 大概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就说了 1907年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 这个 是 这是在历史上 经过了 我们研究以后 可以明确的讲 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纪念碑啊 所以张太炎1936年去世的时候 人家就有人写文章了 就说 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概念了 中华民国了 其实就是张太炎 他在那里立下的一个 巨大的纪念碑 那么 当然 张太炎 他在出狱以后 他还干了一件事情 这个影响非常的大 那就 他在东京呢 应留学生的要求 不断地 这个讲学 他就是当时 就等于说成了一个民间大学 叫国学讲习会 那么张太炎的国学讲习会的讲义 现在还存在 一种讲义就是讲 就是中国的语言文字 他的起源 一种讲义叫 朱子学略说 就是他编的讲义了 就是先进朱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 还有呢 他编 他在那里讲学呢 除了大班以外 他在那边呢 还应几个人的要求 开了一个小班 就是鲁迅呢 一直写的 就是回忆 在东京听张太炎的讲学 就在他的那个 一共八个人 这八个人中间 有好几个后来都非常的出名 而且呢 除了这个八个人以外 在东京跟他来往的 一起办明报 给明报写文章 在那里写的东西的呢 还有一个 巨大的成就 这个成就是什么呢 就是后来的 一九 一八年 成都秀 把新青年搬到北 北京去了以后 新青年采取一个 轮流编的一个 一个办法呢 新青年的 那些主要的编者和作者 都是张太炎的学生 这个 胡适 就是张太炎的私塾弟子 他的一直到晚年 都在 都在写这个 成都秀 是当时光复会下面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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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在安徽的光复会下面 一个分级叫 岳王会 的 一个一个一个领袖 那么另外 成都秀在上海 也跟张太炎一道 在书报 这个写过文章 蔡元培本来就是 张太炎的这个合作者 周树仁就是鲁迅 周作人 都是张太炎的学生 在当时的话呢 钱玄彤 刘半农 都是张太炎的学生 所以我们看到 他的 就是说 从辛亥革命以前 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 到无私运动 这个所谓的新文化运动 那么 他和张太炎 有直接的关系 再有呢 张太炎这个人呢 有一点 他是个思想家 他自己认准的东西呢 他就要坚持 他不但坚持 他认准的东西呢 而且他这个人呢 要争论 所以他前面 批判 康有为 批判 这个 梁启超 这个 这个大家都 都后来人家都讲 有两个人 他后来批评的很激烈的 但是 我们过去的教科书上 很少讲 一个是批评了 吴智辉 我想你们各位应该知道 吴智辉是蒋经国的老师 是吧 他批评了我把吴智辉 骂得非常的厉害 这个 当然 他们当时攻击起来 那些话呢 不亚于我们现在 有些 有些人在那儿 互相讲的 你看 那个 像张太炎给吴智辉写的公开信 里边 批评了他一大堆了以后 最后的结语 就说 善谦而口 福令舔庸 把你的嘴巴 逼逼紧 不要去舔人家的那个舱 他说 善补而库 福令后穿 把你的裤子补不好 不要放屁 把他打圈掉 这个 当然吴智辉 那个骂 骂他也是 很粗野 但是吴智辉 是在提倡 提倡这个 无政府主义 所以张太炎就骂 你先是保皇 保皇不成了以后 你要投机革命 投机革命不成了以后 你现在又要 又要搞无政府 当然关于吴智辉 怎么评论 大概 我们两岸之间 这个相差 比较的大 大陆 现在一般呢 不太说吴智辉 为什么道理呢 因为他还办了一些好事 就是当时 刘法勤工俭学 是他和张进江啊什么 几个人在那里 开始搞起来的 在我们这个 现在的我们这个 台湾呢 那么因为他吴智辉做过 这个人活得很长 他活了大概90岁吧 这个也到台湾来 他做过蒋经国的老师 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呢 大概批评他的呢 就比较的少 再有一个他争论的很厉害的 就是孙中山 孙中山 这个 当然 我们两岸都尊敬他 这里面大概现在 你们这个地方 大概不算叫国父吧 那么 大陆呢 把它叫做革命的先行者 我这个人活得比较长 我们大陆 1949年以前 我们就是所谓 大陆这个 解放以后啊 那我在1949年以前 我 还在读小 我读小学 因为在战争岁月里读小学呢 读了八年之多 我还记得 那个八年里边 每个星期要做纪念周 要读总理遗嘱 这个 然后要听训话 那么 那 所以我现在还背得出来 致力于国民革命 反四十年 什么什么 这个 还能够背得出这一套东西来 那么 当时的话呢 呃 他就是 那是蒋介石规定的 搞的这一套玩意儿 当然到后来 毛冬就说了 哎 我们不能够狂让蒋介石利用孙中山 孙中山还有 利用价值 我们要利用的 无可利用为止 这是 他的这个话呢 从前只在内部讲 讲 现在都在毛冬文集里都有了 那么 所以我们双方都呢 所以我们现在双方啊 年年都在纪念孙中山 是吧 这个 每年我们的一些什么代表啦 委员啊 都跑得去鞠躬 那 那么关于孙中山这个问题就来了 最近这些年呢 我们的研究 至少大陆的这个研究 有一点就是对孙中山可以 可以讨论了 啊 因为毛冬讲过一句话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都要总结 都是我们的这个遗产 那么 到底怎么总结 那就 那那那那就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 我们现在源头上面去 孙中山在当时 开始革命的时候 他当然革命比较早 大概跟张太炎差不多同时吧 因为在1896年的时候 1897年的时候 那个孙中山写给李鸿章书 现在都知道的 那一年张太炎也给李鸿章写了封信 那个 在写给李鸿章书里面呢 孙中山就是要劝李鸿章 你自立 你自己当王 不要去尊重清朝 张太炎呢 写给李鸿章的信呢 就是说 你既然有那么大的权力 你能反清 到底 谁的主意比较对一点 也很难想 因为没有 李鸿章没有实行嘛 那么 到了以后 孙中山开始革命了 但是孙中山开始革命 孙中山有一个地方呢 他从小在国外长大 他在香港念的书 那么 他的英文讲得比中文好 还有呢 他对于中国的传统 不了解 所以孙中山 刚刚开始 他搞新中会 他人后来逃亡到日本去的时候呢 张太炎就说了 那个时候呢 人家要去看中山 这个无非是 把他当作有神经病的人 所以张太炎后来 还专门发表了一篇演说 他的那个演说就讲 人家说 那个时候说 中山接生是神经病 说我也是神经病 他说 在我看起来 在历史上 陈大师里人 没有不是神经病的 那个 那个 那个一篇演说 他很有趣 那 但是有一点 就是说张太炎 我刚才讲到了 1900年中国国会 张太炎 隔遍以后 就把遍子 隔掉 隔掉了 他去 穿上那个 人家送来的 这个西装 这个西装呢 有点像我们的古装 那么 所以叫 呃 叫 替罚衣服了 像像我们的古装 那么他 他在当时 他就把他在中国国会上面的 为了发言准备的两篇文章 寄给了在香港的 孙中山的中国宣报 啊 孙中山那个一派 高兴得不得了 因为他们原来的 他的革命的主张 没有超出华侨 没有超出梁广 这个范围 结果张太炎 一加盟以后呢 结果他们的这个 一下子他的那个主张 就就变得 大家都 广泛的知道 所以后来张太炎 呃 那是 那是在那个 中国国会 后来张太炎逃到台湾 张太炎在台湾待过 呃 半年吧 他的一个故居 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在那西门 那个什么地方 西门町是吧 这个我还去看过 原来是个 底下是个礼法店 上面一个小破楼 我去看的时候 已经快摊掉了 那个 那个是大概有 八九年以前吧 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 他到台湾来 当时台湾已经是 日本人 他日本有个报纸 他到台湾来 在 在那个日剧的一个报纸 上面写文章 后来嘛 因为跟日本人不合嘛 他又跑 跑到了 日本去 跑到了日本去以后呢 这个时候 他开始跟孙中山见面 孙中山 要 就支持他 就是 张太炎搞了一个 支那王国 二百五十周年的纪念会 就是清朝占领 这个 全国以后 他说已经二百五十多年了 所以他举行了一个会 就是孙中山支持他 孙中山呢在横冰 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 是吧 欢迎这个张太炎 张太炎是个平民啊 他跑得来 所以张太炎很感动 他说 他用军约队来欢迎我 就是他一辈子没有享受过的 这个 这个荣耀 所以后来 在那个时候呢 就开始 孙中山就跟他讨论 有几个方案 一个方案是平均地权 再有一个方案就是建立民国 所以张太炎的求书 对不起啊 我这个讲得太长了 张太炎的求书 一共有三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1900年 他决定版清以前的一个版本 那个版本还讲保华 就是支持他有一个意见 到了他培定版清以后 他把求书改了一遍 在1904年出版 第一次出版 也在日本出版 他叫做《从定本》 求书《从定本》里面 就是一个 跟孙中山讨论过以后 包括 平均地材 包括建立首都 在什么地方 包括在革命以后 那个政策 各种各样的 从文化政策 该怎么办 还包括宗教政策 该怎么办 都在这个求书《从定本》 他第一次出版 是在1904年 那么张太炎以后呢 他对这个求书的《从定本》 他自己又不满意 所以 他在1907年以后 不断地修订 修订到了民国处 他被袁世凯求进去了 张太炎有点 他有一点 他老得罪别人 得罪别人了以后呢 那个得罪的新潮 被关在上海逐渐的洗牢 他后来 就是 袁世凯暗杀 宋交人以后 张太炎火 所以 袁世凯刚刚 赠送他一个宣章 一起开国攻城 一个宣章 他就把那个宣章挂在 他的那个 一个折扇的柄上 摇了摇了就跑到这种工夫 我要来袁世凯 袁世凯 这个 当然不肯见他 派了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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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长来付业他 等等等等不耐烦的抡起手杖和袁世凯接待时的鼓完什么全都打得七八烂 那个 就当时非常地有名了 因为他要欠责袁世凯 你暗杀宋交人 暗振家合理 他当时就是要欠责他 所以袁世凯 后来没有办法 就把他抓起来 抓起来呢 又不敢把他送到监牢里 就软禁起来 软禁起来 张太炎嘛 火了嘛 就就闹 一会儿嘛 就绝食了 一会儿嘛 要放火了 一会儿嘛 要干什么呢 这个 就在 就就就就在那边 袁世凯把他囚禁了 三年 就软禁 那么人家就一问 袁世凯的宪兵司令 叫陆建章了 他说 你为什么不杀掉他 就张太炎 哦 这个人不能杀 他说这个人将来有点事情的话了 得到他一纸文书 要胜过两个诗 他的那个文字的力量了 就有那么那么大 所以这个人呢 那已经 我已经讲到后面去了 民国以后了 那个 当然我们看到 他除了批评清朝政府 批评 慈禧太后 批评孙中山 这个批评袁世凯 最后的话了 他所以 那么 在历史上被掩磨 很大的一条 他批评蒋介石 所以我们这个 差不多的这个 凡是当领袖的人物 都被他批过 那么 那么 他在 以后呢 他不满意了以后呢 他把求书 又修改 就在被袁世凯囚禁 以后 他这个 修改了以后 又重新出版 叫做显文 他的求书 出课本 重定本 和简论 三个本子 现在在大概 还内外流行的 就是我脚点的本子 是张天言全集的第三卷 那是我在1980年 这个 脚点的 这一个 一个本子 他里边 主要是 他讲四个部分 第一个 他讲什么是学 第二个 他讲什么是人 第三个部分 他就是讲什么是正 政治的正 第四个 什么是教 宗教的教 所以 他的求书 三个 三个版本里边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 元人 就是人的起源 学的起源 正的起源 教的起源 他当然 里边都讲 所以我就是讲 他其实是给中华民国 这个开始的时候 他的一个设计书 你看 学 人 政 教 这个主要的四个部分 他都有了 那么 他里边有些见解 相当的深刻 有些见解 当然 也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论 你比如说 他讲 原学 这个部分 他讲原学的部分 很重要的 从前 他说 是 按照地域来区分学派 按照 什么人物来区分学派 现在我们要区分学派 就要看你 你对现实怎么样 你对那个 学 是怎么样 按照人 他的 来讲起来 他是主张 他是接受进化论的 但是他不同意 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 那种 两个部分 他不同意 第一个部分 社会达尔文主义 改了达尔文的 那个学说 达尔文的学说 他是讲 生存竞争 自然选择 而社会达尔文主义 就是英国的 斯班斯 他的那个学说 可以开括成 生存竞争 这个 优胜劣败 弱肉强食 这个 严富介绍进来的 天眼论介绍进来的东西 就是 斯班斯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 张太炎 在炎夫以后 也在 1899年 他曾经 跟人合作翻译过一个 斯班斯文集 斯班斯尔文集 他研究过 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研究过以后 他有一条 他是很不赞成的 他说 没有 第一个 他说这个 没有像他所讲的 那个进化了 直线的 就是有进无退 他反对这个意见 他说 有进化的话呢 还可能有退化 再有一个呢 他反对就是说 弱肉强食 是不可改变的命运 他就认为 弱的可以变强 强的也可以变弱 这个 不是什么 就是那个 直线的 就是说 你弱的人 就那个 所以张太炎 他就讲了 他说那些 讲这种 这种弱肉强食 讲这种人 他们看着中国 反正中国是弱 中国只有当奴隶的分 他就不相信这一条 我不相信这一点 另外嘛 他就还有讲到 野蛮和文明 可以互相到的 这个野蛮 可以进到文明 但是文明 你搞得不好的话呢 倒退回野蛮 他就 他举这个例子 妥当不妥当 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就举清朝的例子 他说你看 我们汉唐宋明 我们的这个 文化发展程度那么高 清朝一进来 马上就又 又倒回去了 所以又变文明 回到野蛮了 他认为 这个就证明 他能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对 所以他讲人呢 他倒不是讲 他都不讲肤色 他也不讲这个东西 他讲人 他就讲文也之分 主要是就讲 反对那种直线进化论 反对所谓 这个一定是 这个弱肉必须强食 他反对于这一点 这是他 他的讲人 他讲这一个正呢 他特别的强调一条 他说 这一点 其实我们 我们现在有些人呢 在中国国情特殊论呢 没有好好地研究张天言 张天言其实牢早就讲了 张天言为什么我们都要学西方 中国有过去有很好的东西 有哪些那些那些东西可以继承 张天言最反对的一条呢 就是 他说 我们中国了 有一个皇帝已经够了 我们现在一天那晚就要推翻这一个皇帝 他说我们不能够再搞一个什么代仪制 搞这个代仪制呢 他说弄上来 你去看 像日本一样 他说 有上千个义皇 他起了一个古怪的名称 他不叫皇帝 叫义皇 他说那些什么 这个义员呢 什么什么的 整天吵吵闹闹 整天打架 这个 他说 这些人呢 你说他能代表人民吗 他说他不能代表 他说 我们不要这些东西 他就要求 直接的让 所谓民众 有发言权 直接的希望 他们能够参与 怎么决定大事 这个是他后来 和孙中山 分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 孙中山是希望 在中国建立一个议会制的共和国 他 他这个这个 表示反对 这是 还有呢 郑 在张太炎看起来呢 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怎么样子的 防止所谓官僚特权 防止腐化 因为张太炎自己家庭是很贫穷的 他 他这个对底层的感受比较深 所以他特别地求强调 里面就涉及了很多这方面的那个东西 还有呢 关于宗教 他一方面 他认为 他反对 他反对孔教 也反对基督教 但是 他认为呢 宗教信仰 是涉及到 人心的问题 涉及到道德的问题 所以 他讲宗教呢 他还是希望 有宗教呢 有选择的自由 这个我们看到 他的这一套设计 是在二十世纪的初期 最早的十年 现在我们二十一世纪 刚刚 就第十年过了 正好一百年 正好一百年 所以 他里面提到的那些问题 我们解决了没有 恐怕 还是个问题 这个 那么 对不起啊 这个很快 所以 他在 那个十年里边 我就是说了 在二十世纪初期十年里边 他特别的反对 三种假 假东西 第一个 假尊孔 就是说 他认为你尊重的孔子 都不是真孔子 这是他在 诸子学略说里边 就讲了 他说 孔子 以及他的后背里边 原来也有一些 极好的东西 你看孔子啊 孙子啊 他特别的尊重孙子 那么 他有极好的东西 但是也有极坏的东西 他极坏的东西在哪里呢 他就是 孔子 孟子 他们就教人 一天到晚要做官 要 复归立路 他说 这个是最 他是在 孔教里边 是最坏的东西 那么 他反对 那么 基督教 他刚才讲了 他不是叫你崇拜上帝 他认为叫他崇拜西地 那么 是不是这样 那是另外的一回事情 但是 他反对的理由 但是他还是认为有一点 你 众生平等 一定 信仰也要平等 各种各样的信仰 他认为都需要 这个 要你 应该要你自己的选择 那么当然 他也赞成争论 那么 他第一 所以他第一个反对的 就 假尊孔 第二个 他反对 假宝皇 他认为 康尔维他们借了宝皇帝名义 去敛财 康尔维确实 你们大概不知道 康尔维的宝皇会 他的正式的名称 叫做 保救大庆皇帝公司 他的正式的名称 那么 现在 他的那个 我们 他的文件 我们都 都已经 完全可以看到 保救大庆皇帝公司的 章程 而不比 现在的那些 什么有限公司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那些 那些 里面特别的 就讲掉 他的资本呢 就是光绪皇帝 那么 你们大家来入股 你入股了将来把光绪皇帝 保出来了以后 救出来 他复批了 我们 这个中国搞立宪了 他说 这样子呢 那些好处呢 你凡是入股的人都可以得到 所以这样子 华侨 很多人捐了很多钱 捐了很多钱 这个 康尔维呢 就拿他在海外去做生意 做生意呢 他特别做的一个生意是什么呢 他看中了墨西哥 墨西哥首都就叫墨西哥 墨西哥呢 他说那个地方需要建设 所以他就要 派了人到墨西哥去 跟墨西哥政府商谈 这里边呢 就开这个电池公司啊 开什么什么公共建筑什么 没想到 那个家伙呢 把他的钱 全都骗光 把本射得金光 所以最后的话呢 康尔维在海外 日子非常的难过 因为 他华侨 骗了人家上千万两银子 人家都向他追讨的话 那么日子 极为难过 那个 我们 在历史上呢 听到过各种各样的名目 就是 他 没有资本 他说我有资本 那有资本 一少顺多干什么 但是还从来没有过一个 把皇帝当作资本 这个 来当作这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因为他的那个公司啊 就是一皇帝 作为一个一个 基本的一点 所以空手套白狼 那么 套了那么多钱 大概 现在 现在没有人统计 反正是 我给 有两次 我想 统计一下 他到底捞了多少钱 那个康尔维 他们那个公司啊 就说 我算了好几笔 他越算越糊涂 我也就不算了 因为 现在都根据他的那个信件来来说 因为最近 我让我的一个学生这个编了一部 康尔维的书信卷 书信集 有有将近七八十万字吧 那书信集里边 大量的都是这种 关于他的保旧大清皇帝公司的营业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状况的一个问题 那么 所以 当天研究了 你借着保皇的脸钱 并且呢 过去 他推卸责任 你比如说 上海的那个唐财厂自立军 失败 结果 唐财厂被杀了头 结果康尔维他们放出风来 说是 唐财厂拿了他们几十万的银两 结果他不积极的准备 结果被 张志东破获了 把他杀了 其实 我刚才就讲了 我说现在编的那个康尔维书信集里边 就可以 看到一点 他根本没有提到什么东西 倒是 唐财厂在当时 他们非常的 积极的 他真的要想秦王 联络那个会党 在那里搞什么 而康尔维在干什么呢 康尔维 他这个人呢 真的 我说这个 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浪漫主义的 他当时住在槟榔宇 就是现在的马来西亚 在住在槟榔宇 在那遥控指挥 他脑子里设想 这个弄了许多的钱 然后给他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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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们呢 还有他的那个 谁该怎么怎么 然后就设想 就进军 我先要夺去广州 再夺去了 广西 然后沿着洪秀泉的路线 这个 怎么 到一路 到 怎么夺了长沙 怎么夺了武汉 再打到北京去 其实他 人也没有 也没有军队 也没有指挥 所以看起来了 不许很多人上当啊 我们好多历史学家 在那里写 他的秦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到底他有多少人 什么 我 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几十年 我就在那里想 到底他 他 他 他弄了多少人 最后我发现 他钱倒是捞了不少 但是所有的 方案都在他脑子里 也就是说 没有实行 也就是他的秦王 所以后来倒是一个偏师 上海的自立会 自立军起师啊 到真地干了 真地干了以后 给张志东破获了 把那些 唐财长的那边 抓起来 伤了头 那个 像这种呢 张太炎 老早就说了 你 你这个搞什么公司 你在那个地方 你这是叫 贾导皇 那么 这是他揭露的一个东西 还有呢 他揭露慈禧太后 加利一宪 因为慈禧太后后来 被薪酬合约以后 那个 不是那个 八国联军 强迫 中国 每个人出一两银子 替慈禧太后赎罪 所以 当时赔款是四亿五千万两 加上利息 因为按照 如果按照他的那个 四十年利息要付清的话 来付到我们解放 就是四九四十年代末 他才能够付清 按照利息加进去 要九亿八千万两 所以 所以那笔 那笔赔款 结果后来 慈禧太后跑到了西安 他 因为这个 在那里谈判 他说 他现在 他现在不扶持义和团了 义和团是乱民 他现在要立宪了 那么 然后他就许诺 他说 我立宪了 他起宪没有起宪 结果后来人家 你没有起宪怎么行 结果他就说 那我十五年吧 慈禧太后当时七十岁了 十五年的话 他 他要活 活 活 多少岁 然后 再逼了 慈禧太后让步 让步的时候 九年预备立宪 那么 那个时候 连康有为 他们都受不了了 他说 你九年的话 你就说 你慈禧太后死了 天知道 下面付给谁去 立不立宪 也不知道 所以他们当时 跟他吵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你立宪 要马上实行 张太炎 都干脆说 他拿这个东西 本来是骗人的 本来是骗人的 他是为了自己混 在中国混不下去 所以他打着立宪的旗号 开始没有旗线 到后来 他说有个旗线 其实到后来的话 你看到所有的措施 这里 人家要求民主 他镇压 那个一个人说 你要开国会 他把他上了头 这个 这种情况底下 那么他说 完全是欺骗 所以他 张太炎 在当时批评 我说他三个假 批评了 假尊孔 批评了 假宝皇 批评了 假立宪 那么 当然 关于张太炎 后来 争论的也非常厉害 这个国民党的历史书上面 就经常计较 他说孙中山 是讲三民主义 后来呢 胡汉民呢 他这个 胡汉民呢 不要什么什么 这个民主 胡汉民呢 二民主义 张太炎呢 什么民主 这个民权 民生都不要 他说 他只要民族主义 所以叫一民主义 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 张太炎的里边 这三民主义的 基本的东西 其实是当初 是他在那里设计的 但是张太炎有一条 他是非常顽强 他说现在的最大的问题 推翻满洲 这么满洲一推翻呢 这个 他的问题就 很多的问题就会迎顺而解 我们底下 就可以做了 所以 当时有的那个 张太炎的这一派 有那么一个幻想 就光复会这一派 就是这个幻想呢 我把它开阔成巴克斯 叫满洲一岛万事自豪 结果 后来证明 不是这么一回事 这个 当然 你说他一民主义 他因为他确实是强调 首要任务是繁满 第二个呢 就张太炎是复古论 张太炎说他复古 复古主义 其实张太炎确实是 他是在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提出 叫做文学复古 这个文学复古是什么呢 就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 中意 最早的中意 张太炎在 一九 这个 他在坐牢三年以后 一九零六年 他到日本 他就首先提出来 他意大利的中心 是靠这一个 他说文学复古 我们中国现在也要搞 文学复古 所以从前我写过 在纪念五四 多少年 九八十年 九十年 我忘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 失落了的文艺复兴 就是考察 从张太炎到胡适 都想在中国搞文艺复兴 他怎么样子的 他幻想没有成功 这个 所以 他也不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复古论者 那么 有人说张太炎反对 欧化 我说那就更错了 为什么 张太炎的国粹 刚才讲到国粹 他的一个理论基础是什么 他的一个理论基础 是人类起源 一元论 就是 现在关于人类起源 有一元论和多元论 在我们中国到现在还在争论 那么 有 在张太炎的时代 有一种意见 就是根据考古发现 说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 去到非洲 然后 他慢慢的扩散到了全世界 因此 在人类起源 一轮论支配底下 就开始出现了一个 有人就研究 中国的民族哪里来 他说中国的民族呢 就是从非洲 经过了北非 然后经过了中东 就是 呃 然后一路过来 那么 到了 到了中国来 所以叫做中国文化西来说 张太炎最早 他就是根据这个逻辑 所以 他这个国粹学报 他提上什么 他说我们的国粹啊 原来 就是全世界是 一个样子 到了后来 他慢慢的 到了这边来了以后 他才有了分野 所以他说 他那个上面呢 就是讲到了 他说 就有人考证了 当时一个法国人考证 他说 中国的 他这种语言学 比较语言学上来考证 中国呢 最早的叫做这个 皇帝以前有神农师 神农师的卸音呢 是萨尔公 就是在那个两河流域的 苏密尔王朝中间 有个萨尔公 这个 那萨尔公的后裔呢 他就开始移民 往东边来 翻过了帕米尔高原 然后跑到了 跑到了这个 我们的中华大地上面 打败了当时的土著人 叫赤尤 赤尤都赶到边疆 他们边疆去了 就是苗和瑶 他说这个赶到那边去了 然后这个胜利者呢 就叫黄帝 所以黄帝是 这个西方来的 这么一来了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和那个 美国人打枪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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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那个 萨达姆是亲戚了 他他 他不是都是发源于 这个伊拉克吗 发源于这个这个 两河两河流域的那个 两河流域交界的地方 就是巴格达 那么从那个地方来的 其实他们的那个国粹了 你在那里讲什么 从人类 起源意源论 到中国文化西来说 他们讲的国粹 其实是讲中国的 这个一套东西了 其实是人类共同的东西 最精粹的东西 是人类共有的 这个一点上面 你也不能够讲 他是只是 只是那个 当然后来张太炎 自己放弃了这个观点 他说不相信了 他相信多元论了 他这个 因为一相信多元论 那么 那么我们的人类起源 就就不一定都是 非洲那只老母猿 他他他产生出来的了 都都 各个地方都可以产生 这个不同的人类了 那么再也有说张太炎 反对 代仪制 其实刚才我已经讲了 他的代仪然否论 是篇有名的文章 他的一个基点 我们中国人一个皇帝都不要 我们怎么 在你搞出来什么 那么千百个亿皇 说我不要 那么他就涉及了一整套的 关于 我既不要代仪制 我又怎么样子能够拿人民 能够这个 比较多的表达自己的政见 表达自己的主张 他那个上面 写了好多篇文章 在那里设计这个东西 当然最大的问题 他在当时反对孙中山 他批评了孙中山 因为他指责孙中山有两点 现在已经得到历史的证实 第一点 就是说 在张太炎到了日本以后不久 这个日本政府 应了这个 清朝政府的要求 要求孙中山离境 结果日本政府送了孙中山一笔钱 又叫一个资本家 送了孙中山一大笔钱 那么孙中山拿了这个钱 当然他去搞革命 孙中山的办法 就是他的办法就是 拿了钱以后去收买新军 然后收买了新军 就在哪一个城市里起义 起义了以后 钱用光了 账打输了 那么就起义失败了 这个孙中山不是12次起义吗 这个基本上都是这种逻辑来的 所以孙中山拿了钱以后 他就去想办法再去发动起义 要想搞辉州起义 这个结果呢 当时明报需要经济支持 明报没有经济来源 孙中山给了他一笔钱就不理了 张太炎火了 那就在明报上就批评 就是说你那个孙中山 你不该收日本 日本人的钱拿了以后呢 你不支持真正的这个革命事业 那么以后孙中山生气了嘛 就叫吴之辉在巴黎 清世纪上面 就骂这个张太炎 说张太炎其实是要投降清朝的 干什么两个人就都互相在那里 对骂 那么还有一点 这个张太炎后来倒比较客气 就是在袁世凯跟日本秘密定二十六一条以前 孙中山和日本定了一个秘密条约 就是说你帮助中国 二次革命以后啊 你帮助中国以后呢 那么他许诺日本在中国有多少特权 现在这一套东西就是 大概五六年以前 从日本的秘密档案里放表出来 他的那个一套 如果按照孙中山 跟他的定的秘密条约实现了的话 那比二十一条更厉害 我们知道 反对二十一条是五四运动的 直接的起源 这个 所以你也不能够 按照一路说法 就是因为孙中山 张太炎反对了孙中山 所以他就活该挨授 这个是在我看起来不对的 张太炎有他的很荒唐的部分 比如说他这个关系 这个没有事情 没有证实 以前他先把他捅出来 这个事情就就就就就 就闹坏掉了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他跟孙中山的关系 大概不能够从 单独地从这个一点讲 就是啊 我是不赞成 我认为这个不赞成 说一个人啊 不不可能没有错误 啊 这个 包括现在我们中国也一样 我一直 写到我们中国基督教史的时候 我一直说我们这个 有一点 一定是呢 就是当时的话 那些传教士到中国来了以后 宣传教皇无妞论 就是教皇不会犯错 那么 你 反对这个一条 当然 你在中国来说起来 你也应该反对 这个君主无妞论 或者是元首无妞论 那 人都会犯错误 那么既然犯错误的话呢 我们研究历史的人 就要对这个错误进行分析 那么 再有呢 张太元后来极为讨厌陶成章 大家都知道原因 为什么 民国元年 陶成章在上海住医院 那个时候 人家浙江推陶成章当都督 当时上海的 这个 这个 都督呢 就是陈英氏 就是陈利夫 陈果夫的 这个叔叔 那么 是陈英氏 陈英氏是拥护孙中山的 结果 因为陶成章 是光复会议的 实践的首领 所以陶成章在住医院的时候呢 当时的话 大概是陈英氏 害怕 他这个 势力大起来 就派人到医院里面去 刺杀了陈成章 那个 刺客是谁 就是蒋介石 所以张太元 张太元他是光复会的领袖 而陈成章是光复会的 实践的领袖 所以 这个 张太元后来 他这个 非常不满意蒋介石 总是要骂蒋介石 那么 恐怕有一点 你也很难讲 就是说 当然 蒋介石做对了 他乱骂 那是不对 但是蒋介石错了 而且 这个蒋介石 刺杀了 为了在 经济革命以后 为了夺取这个权力 他充当了陈英氏的刺客 刺杀了这个 陈成章 在这一点上面 那无论如何是个 非常的 不光明的 阴谋的一种表现 所以 对于所谓的 张太元 和孙中山的关系 和黄兴的关系 和这一个 呃 蒋介石的关系 我以为啊 那你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 啊 那么恐怕不能够就是因为他们当了领袖 他们就一贯正确 这样这样子的看我上是不对的 当然我也不偏袒 张太元 因为有的人研究某一个人呢 他就非常的喜欢他 其实 不一定的 因为我不但研究了张太元 我也研究 梁启超 梁启超的有几本东西 都是我 焦点 注视的 我也研究 康有为 我写的康有为的文章 比写的张太元还要多 那我也肯定他当年是怎么样子的一回事 但是有一点我以为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来说 那么我们对历史要采取一个比较公正的态度 当然对张太元 一望是不对的 但是一味的赞美 在我看起来同样是错的 那么最关键的东西 恐怕我们要实事求实的研究 另外呢 还有一点 我们要允许争论 那么这个不能够 谁一说肯定他就不可以争论 因为在文革我们已经有一次了 文革莫名其妙的江青他们定了一个法家名单 第一个是商鞅 法家 然后最末一名就是张太元 说是他是法家 为什么 因为张太元写过一篇文章 批评康有为他们骂商鞅 他说商鞅执法严厉是对的 你们骂他是不对 你们骂他是八股文的意见 哎 结果这一篇文章弄了以后啊 结果江青在北京就讲话了 他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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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看 这个法家就是 凡是法家他会赞成商鞅 那个这个是很荒诞的一个逻辑 所以那么大陆有一阵子张太元就变成了法家 当时 当时的话我就想不通 这个到底他是不是法家 还是什么东西 因为你叫法家是地主阶级的人物 那么你不是说张太元他们资产业绩革命了吗 资产业绩革命的人物怎么又变成法家了 你就搞不清了 像这种呢 我就反对 但是有一点 我以为争论还是应该容许的 那么 所以我们在这里台北的读书展了 我们 郝明一先生在 在在在在那个从北京组织到上海 一直组织到台北 这个 来来来 说讲几部书 那么好些人要我 说说求书 那么我 那么我就借着说求书的机会 说一说心态革命 以前十年有一个叫做张太元的人 那么他对中国做了一些什么事 那么我想 我今天很对不起啊 今天已经超时了 我就讲到这里 好吗 谢谢各位 我非常感谢主线 我刚才在后台给他讲 正好 我们正在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百年 在这个时间 再让他来讲求书 意义非比寻常 我们会好好到时候 把您的演讲 整理成书 然后做更多的 跟吉他读者的分享 好 那今天时间已经只过了 不过我们留一个问题好不好 本来只能够这个时间是过的 但留一个给现场的朋友 看有没有人要问 这个朱教授的问题 把握这个机会 朱教授 你好 我姓陈 我叫陈华和 我原来是记者 然后现在是一个 你刚刚讲到 就是说张太炎 他谈的事情 就是说 这一百年后 我们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说 正的方面 或是教的方面 我想你刚刚提到这一点 我曾经碰到 一件事情 我觉得 可能没有解决 那我不晓得 为什么在历史的长河中 中国人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我曾经问过石井前 我问他 为什么中国人 在一百年前 推翻满旗政府 一百年后 今天 两岸的中国人都在思索 怎么落实法治 为什么同时 东亚国家的日本跟韩国 他们做到 同时 他们说这是中国的劣根性 我说不对 为什么香港的中国人 新加坡中国人 他们可以享有这个 现代化带来的 这个法治的安定 那后来他告诉我 他的老师 马贵范 写过一本书 就是在满清末年 在那些中国人身上 看到那个 中国人的那个败坏 据我所知道 在1895年 甲午战争的时候 日本的 日本的军人 他上了太平舰 看到中国的军官 在太平舰 挂那个内衣内裤 他们说 我们现在是打中国的时候 结果他一败 一笔把中国打成了 那我不知道 现在有些人批评 中国大陆 有些人批评台湾 就说台湾 现在找不到 找不到核心价值 但我不是太推出 就是说 我不晓得 中国大陆 这么多年的改革 就碰到文化大革命 像台湾 很多人说 现在找不到 那个核心价值 所以过去十年 他会三百万的 台湾的中产阶级 走掉 那我是觉得 这个 我不知道 为什么在一个 书乡的一个台湾 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不知道 你的障碍是怎么样的观点 谢谢 我是搞历史的人 这个 那么 当然我很关注两岸的 我们的进程 但是我以为 恐怕我们的 有些东西 中国这么大 人口这么多 民族这么多 我们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 恐怕也不止 因为包括台湾的 有些原住民啊 我们到现在 有些都没有经过 民族认同 那么民族那么多 地方那么大 情况那么复杂 大概我想 比单一的 大和民族 那个处理问题 就不一样一些 是吧 另外呢 台湾跟两岸 这个 跟大陆呢 这些年 那么 我们有很多的事情 有的在逐渐的解决 有的没有解决 在我看起来 恐怕还是要时间 至于说到民族 是不是有列根性 那么 我倒反对这个意见 在我看起来 恐怕最大的问题 还在体制 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最近前学生去世 他就说我们的大学 为什么培养不出 那个杰出的人 他那个话 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 他就说 为什么中国人 到了外国 都能拿诺贝尔奖 这个 到了中国 就不能够拿 那么不是因为 大陆的人 比跑到外国去的 这些人 要 要 要 愚昧 在我看起来 恐怕还有一点 就一个体制的问题 一个体制 如果鼓励人 创新 鼓励人 敢于胡思乱想 鼓励人 这个 我们敢于争论 我们敢于提出 自己的意见 那么我想 这个体制是有生命力的 那么假如说是 那么只许有一个声音 就像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间 只许有一个声音的话 那么那就 问题就 恐怕有点糟 因为 你上面 只许有一个人声音 到下面的任何一把手 都说 在我这里 一样啊 他既然是一个声音 我就代表 那个上面 这一个声音 所以 一直你看到我们的村里 村委会 都只能够有一个声音 那就不对 所以 台湾怎么样 那是 另外一回事 因为我虽然来了那么多趟 这个 我也没有到你们议会去看过 也没有 只是老是在那个 电视上 或者是在这个 报纸上 看见他们打架 那个 其实打架也不稀奇 因为在我知道 议会打架的开端是美国 美国早期 那个 州议会啊什么 开开会就打起来 这个 所以用不着 辞笑我们 自己这个地方 是吧 倒是 和和气气在那个 大家都说是 每个人叫你举手 大家都举手 那么我看 这个议会有点糟 那么 比较起来 我不是要欣赏打架 比较起来 我以为吵吵闹闹 有的时候比那个 大家都说是 这个要好一点 但是 这个有一个事情呢 它有一个过程 那么 在我看起来 我是不悲观的 我以为 我们中国那么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中华民族 含有了56个 或者更多的民族 我们有那么大的地域 这个有那么悠久的历史 我想这一个民族 还是应该是 它是有希望的 但是问题需要解决 我想也不要掩饰 那么 搞历史的人呢 有些人喜欢 说是古为金用 我什么 来来来来 做借鉴 那个昨天 我们这个地方 还做了一场 叫资质通鉴 那个司马光 我搞历史呢 就是给皇帝 做借鉴 所以叫资质通鉴 那么 在我看起来 我不相信这个东西 我还是相信 马克思欣赏过的 黑格尔的一句话 黑格尔就是说 这个很多人喜欢 把那个历史 拿的来 教训现在的政府 教训现在的统治者 教训现在的国家 但是历史已经证明 没有一个政府 没有一个统治者 没有一个国家 是按照历史教训来办事的 为什么 黑格尔讲了一句 很精彩的话 他说这个 他就讲了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东西 他说这个生活 它是非常的 长青的 它是活泼的 不可能有一个东西 完全按照历史的 过去的那个样子来重复 所以 这个黑格尔曾经批评 他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有那么一批人 麻麻地去想 希腊罗马的先例 他说真是愚蠢极了 那个 我想啊 那么这是我们 搞历史的人 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不要一天到晚 什么我来提供什么教训 所以我当然也 碰到这个问题 我在学校里边呢 那些学生老问我 那么你说 我们学历史到底有什么用 我说这个用还是不用 其实 依我所学到的 马克思老早已经解决了 马克思说了一句 很有意思的话 历史叫人聪明 如果我们学了历史 都变得聪明一点 我们的头脑复杂一点 这个能够 能够考虑问题的时候 不那么单纯 不那么形式主义 不那么直线进化论 不那么僵化 那么我想 我恐怕对我们的人的 思维的活跃 对我们意见的 这个发表 对我们见识的长进 就会大有好处 是不是这个样子 请各位批评 好吗 谢谢 谢谢周教授 谢谢大家 那么今天 现在就能够 今年的台北厂 就到这里 搞个段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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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